第一百一十九节 吹牛 宁恶和宁夫人总瞧的 朱仲军不高兴 他做出小傻子的神态 狠狠瞪了宁恶夫妻一眼 宁恶和宁夫人一阵尴尬 而后他们再也没有瞧朱仲军 宁家是太后的娘家 顾言真和宋派儿态度恭敬 可到底彼此不熟悉 开玩笑的话也怕触及对方的忌讳 宋派儿的话很少 宁恶又不太愿意在妇人面前说正经话 宁夫人是个嘴拙的 顾言真更是寡语 一时间气氛有点冷 宁恶目光撇到了顾锦芝 想着他那日在昆宁宫使劲地盯他的腿 不由又把右腿缩了缩 万一他问自己是怎么弄的 岂不是尴尬死吗 他是宠爱小妾才撞伤腿的 宁夫人来这里是想打听长子的情况 他不达目的不甘心的 鲁牙王瞪他们 他就不敢贸然再问 可鲁牙王喜欢顾锦芝 听闻顾小姐医术超高 我家侯爷前几日起码卡了下腿 走路总有点不便 许了几位大夫瞧 都说不方式 让静养数日 可我们总不放心 贸然打扰 也是为了王爷这腿 宁夫人笑着 想找机会和顾锦芝亲近 顾锦芝就看了眼宁饿 他笑了笑道 侯爷应该不知其码卡了的 宁夫人不紧 宁饿的老脸上却是一阵糟红 宁夫人更不明白了 顾锦芝起身 对宁饿的 侯爷躺或相信我 请到隔壁说话 我细把王爷并请告知 宁饿不太想 她知道自己的毛病 她没有旁的爱好 唯有看到美人就信仰 非得弄到手不可 这些年 外头的女人不论 家里就有九个小妾 新娶的小妾更是销魂 让她流连驻足 身子有点虚 这是正常的 她自己知道 可她不想被旁人倒出来 宁夫人却不知道她这些事 又有脸期盼着 想和卢亚王说上话 宁饿值得倒好 跟顾锦芝去隔壁的烧尖 请他看病 他们在烧尖大约说了两个钟的话 出来之后 宁饿一脸的愤怒 脸都黑了 顾锦芝神色平静如常 宁夫人等人都后期不已 宁饿再也不想做了 给顾炎针拱了拱手 就对众人道 我约了穿你博吃酒 先告辞了 宁夫人错愕 心里大骂宁饿 好好的发什么疯啊 顾炎针也微压 宁饿已经甩袖而去了 宁派尔大怒 心想 哪有这样做客的 又不是顾家贴上去巴结宁家的 既然是他们先来拜访 怎么这种态度呢 他重重冷亨 这一声冷亨 让宁夫人忐忑不已 她是个和软 腼腆的女人 平日里相处的几位夫人 也是温柔敦厚之辈 像宋派尔这样人前发火的 她还没有见过 一时间 她脸偷红 宋派尔却已经起身的 宁夫人 我怀着孩子 身子不济 先去歇了 然后也故意甩手 让顾锦之搀扶她进内室 把宁夫人搁下 宁夫人一下子从脸颊红到了耳根 她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顾炎针直得尴尬着 让丫鬟们送宁夫人和宁家的小姐少爷出门 临走前 宁夫人还想问卢阳王宁席的事 卢阳王却一转身 跟着顾锦之和宋派尔进来内室 宁夫人心里大惊啊 顾家把卢阳王哄得这样好 好似他们家自己的孩子一样不避嫌 已经闹翻了 宁夫人值得先告辞 她的女儿宁轩 宁东跟着她 由丫鬟带领着 出了顾家的大门 上了阎侯府的马车 宁夫人脸也缠了下来 十五岁的宁轩对母亲说 你家子上不得太妙 听说 他们家人是从乡下来的 前几日在昆宁宫见了顾小姐 还不觉得 如今瞧着 果然不假的 粗俗又不懂礼数 娘别为了他们东西 这样的人家 何必自将身份来拜访呢 哎 娘哪里是要拜访他们的 宁夫人苦笑 只是想找卢阳王 问问你大哥之事 哪里知道 受了这样的气 你说的对 这样的人家 真真是没有教养的 哼 太后还那么喜欢顾小姐 也不知道她给太后 灌了什么迷魂汤 宁轩冷嘲道 经理其他人家 说起卢阳王准飞 都莫名其妙 谁家不想把女儿 嫁给卢阳王 偏偏让顾家 占了这样的便宜 宁夫人轻轻地叹了口气 她也觉得无辜啊 原本来拜访顾家 这等白衣门帝 就是自将的身份 传出去要被人家笑话 如今还被人家呛出来 要是叫人知道 真丢人现眼呢 宁夫人后悔死了 她哪里知道 苏帕尔竟然是这等 泼辣不知事的性格呢 明日叫人去卢阳王府 请王爷到家里吃饭 再细细问 宁轩道 娘 咱们是王爷的旧家 请王爷吃顿饭 哪里就犯了大忌了 宁轩到底年纪小 不懂朝中忌讳 我也是这样想 可你爹爹说得很严重 宁夫人也不懂 她道 只是她对宁儿言听计从 也不敢违背丈夫 爹爹总是被言耸听 宁轩笑着道 娘 咱们明日就请了王爷来 问问他大哥的事 爹爹要是不同意 不让他知道不就好了吗 宁夫人被女儿说得有点心动 回到了家 宁儿尚未回来 直到夜里快要起庚的时候 宁儿才从外头回来 一脸的晦气 宁轩嘴巴上厉害 心里跟他娘一样 怕宁儿的 见父亲脸不高兴 立马就脚底抹油 溜了 宁夫人陪着小心 给宁儿观音 问他 这是怎么了 外到哪里 给了侯爷气一手了 宁儿就很烦躁 他重重地哼了一声 宁夫人又问 还是顾家小姐说了什么不中听的 宁儿就冷哼道 哼 顾家 真是不知所谓 学家了脑袋 想要霸解我 可做法也太叫人恶心了 宁夫人心里恶然 盲问怎么回事 宁儿让他先把屋子里的 丫鬟婆子们 遣了出去 等只剩下宁夫人的时候 宁儿才道 小蹄子说我什么阳气虚 我说 我素来重保养 从来就不觉得虚 他就说什么 上下各空虚一半 也为上下认识平等 所以感觉不到 若不用药 就会瘫痪 他先向我身子 被酒色掏空 又吓唬我瘫痪 其心可助我 宁夫人一下子变了脸 侯爷 大夫的话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宁夫人大惊失色 侯爷房里 年轻的姨娘有多 若说虚 也是有的 胡说 宁儿大怒 你也信这话 我正是年夫立强的年纪 哪里就虚了 我从元宝胡同处来 特意去问了几位 德高望重的大夫 何太医 哥哥说我面色红润 扬起风影 福神健康 那小蹄子 定是知我福里 一娘多 红骗我 随便用点什么药 治好了 就是她的功劳 然后就盼上了咱们家 因为咱们家是太后的娘家 多少人想盼上了 我原也不计较 只是她这番作为 拿我的身子独咒 朕真是可气有可恶 宁儿好色 他最怕自己的身子出了问题 偏偏顾锦之说的身子阳气不足 要戒酒色 于是他晦及记忆 恼羞成怒 宁夫人的心 半赏才平静下来 宁儿说的倒也不错 这些年 经理的大族旺族 想攀上他们家 借口再攀上太后 用了不知道多少计谋 有时候令人滑稽可笑 像顾锦之这样另一批西京 威胁恐吓 在救治 倒也是头一回 真真是黑了心的 太后是不是也就是这样 被她骗了的 侯爷 您说 当初她是不是也是这样 哄骗太后的 宁夫人抓住了丈夫的胳膊 问道 这个倒也不至于 毕竟太后当时病得那么重 宁儿是知道的 也许有点医术 却没有医德 宁儿骂道 然后又猜测 太后的咳嗽 到了病危 就算不至 也该好了 偏偏她议了病危 占了个大便宜 得了太后的喜欢 这个猜测 很是靠谱 姓林记有病头 病中 病尾的说法 凑前议了病尾的 治好了九病不遇着 就得了名医的名头 这种事还少吗 哪里是大夫的本事 明明是病加病 到了头 该自己好了 我要把这件事 说给大家评评理 免得以后 其他人也受他的诱骗 宁儿狠狠地道 第二天 宁夫人派人去请卢阳王 却得到回复说 卢阳王根本就不在王府 而是住在顾家 宁夫人终于明白 顾家的宋氏 为什么敢那么傲气了 原来是哄好了王爷 有恃无口 宁夫人叹了口气啊 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她很想知道 长子如今怎么样了 宁儿则半上午出门 交棚会友 把顾锦之这件事 说给大家听 到底只是小小年纪 被名利冲昏了头 您饿的 以为治好了太后 就能骗医术虎人 你们谁听说过 阳气不足 还能上半身二乘五 下半身二乘五 所以感觉不到的 这人都忍俊不禁 这种说法的确好笑 太院那边听到了 也是笑得不行 哎 顾小姐是不是 前驴技穷 所以编出这样的话 这种话 亏她怎么想得出来呀 她当阳气 是那桶里的水吗 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